好啦 各位 那這次246版本還有一些系統上的改動呢 好不好 那首先就是我們的聯盟戰地 聯盟戰地呢 現在可以在外面就做領取硬幣的動作 然後並且呢 已經有計算到前42隻的這個角色等級 那但是呢 你要解每日的話 還是得按參加戰鬥進去解打怪的好嗎 那再來就是倉庫的部分 倉庫的部分 每個人應該都有多加了20格啦 還蠻爽的齁 還蠻爽的 然後現在最大上限到達了152個 那再來呢 我們現在勳章跟稱號是可以選擇顯示或關閉的齁 對於外觀擋的玩家們 又更加開心啦 那先進道具也是 我們可以改變自己的動作 像火毒原本是這個單手拿劍嘛 我們可以換雙手武器 就雙手拿大劍 變真正魔法見識了 啊 槍的動作也可以 不過這個比較不明顯啦 有些槍的點裝 呃 有些點裝拿槍的動作會背在背後 會背在背後 好 那再來還有我們這個個人畫面呢 可以看到武林到場的最高層數 以及你的聯盟戰地等級啦 那再來呢 還有我們的V矩陣 我們的V矩陣呢 現在可以在自己的頁面做強化或分解 那一樣 點擊分解呢 就會進入到之前需要透過NPC 才能進入的這個介面啦 變得相當的方便啦 無論是強化分解都很方便啦 不用再找那個NPC了 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那再來呢 還有我們的這個BOSS招募 BOSS招募呢 改成這個介面啦 那以往有些人好像說會用組隊的這個介面去連接BOSS嘛 那現在這邊沒有了 必須得用那個額外的指令拉出來 額外的筷子鍵拉出來 齁 那這個就一樣啦 換成這個介面 不過這個東西 這個主要也就是拿來穿BOSS的啦 招募我看是時候不會有人啦 招募我看應該是 不會有人吧 齁 你看 有 有 有人嗎 Anybody 欸 Anybody 齁 一個都沒有 齁 一樣拿來穿網的啦 這個招募系統就別想了 齁 那一樣可以挑戰的話 最後會顯示 那打過的網呢會顯示clear 齁 好嗎 跟之前差不多 那調整難度在這邊 OK 那再來還有的改動就是武林加蓋 然後還有這個BOSS的趴數 我們去看一下BOSS好了 我們去看一下BOSS 好 我們來BOSS實戰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齁 我們現在BOSS的血量呢 齁 有這個趴數顯示了 各位 有趴數顯示了 所以對於呢 比如說有些要進機制的 那個時間把控會更好囉 也可以知道你一波爆發 到底打了幾趴是吧 還不錯 還不錯 這個改動我覺得蠻好的 好 各位 那現在還有一個更新的呢 就是我們通關了困難氣王之後呢 會把你傳送到一個寶物的房間 就跟露西打的音樂盒是一樣的齁 會傳到這裡 那這個呢大家也不用緊張啊 不 他的這個攻擊次數要很高才會解開 不像 沒有像之前露西打一樣 那麼少次數 要打滿多下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露打到啦 有沒有 炸了 炸了一兩 一波多才把它打開 所以說呢各位 齁 這個換裝 換吊寶裝更加的方便喔 蠻好的蠻好的 好啦 就大概是這樣啊 這次的BOSS改動就是這樣 還不錯啦 越來越人性化了是吧 吊寶裝買起來 吊寶裝買起來 那再來還有什麼呀 冒險家巨型跳過 喔對冒險家巨型跳過這部分啦 跳過之後好像還是一等 所以其實好像也沒比較好 因為原本有解巨型的話 是可以獲得經驗值的 你現在跳過的話 好像會變一等 所以 跳過有好有壞啦 大家自己斟酌一下 還有什麼嗎 烏勒斯 喔對 烏勒斯 在次元之經還是有 我之前都只用這個方法進啊 我不知道你們之前是用什麼方法 但我一直以來做這個方法 所以我還是用這個方法 喔對對對 現在還有這個 結晶石一鍵販賣的功能 全速售出 OK 那像如果我超過180的最大數量 他會告訴我 喔我只剩下4個可以賣了 OK 我們就可以一次販賣 OK 喔各位超過 超過這個數量就不行了 就不能了喔 我們得自己挑 我們得自己挑 哪個貴的賣哪一個 所以當超過180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用這個功能了 就得手動賣掉了 好就挑貴的賣賣 大概是這樣 好啦各位 那我們現在怪物公園的箱子呢 已經可以在帳號內移動了 所以我們準備呢 把狐隱的95個星期天的箱子 給移過來啦 OK 舒服 哎呀95個箱子 OK 感謝狐隱的貢獻 感謝感謝 得正 得正 順便說一下好了 這個微波專家這個稱號呢 即將絕本 因為歌舞寄聽這個地圖呢 即將要關閉了 在11月30號的時候 那微波專家每天都有解的話 好像是要34天 所以大家記得啊 要抓緊這個日子去解漏 呃 惡魔復仇仇的玩家 那陰陽師好像 血量也有點幫助啦 好像會轉成魔攻 所以大家自己去斟酌啦 啊 或者是說你想要收藏的 也可以去收藏啦 畢竟之後 就解不到了喔各位 好啦 那這次改版大概就這樣了啦 其實 還好啦 系統改的不算到太多 那活動也算普通 嗯 就還行啦 這一次 有稱讚場面的嘛 大家可以期待10月18號之後的 可能會有MDay或馬戲團 大家可以期待那個 那這次有季改啦 季改就 嗯 等一下再說 OK 收工